在现代社会,很多人都认为拥有更多的收入可以帮助改善生活质量。 虽然这并不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合理利用收入确实可以帮助我们改善生活质量。 那么,如何通过借助收入来改善生活质量呢? 下面为大家详细介绍一些方法。 1.制定合理的预算计划 首先,你需要了解你的收入和支出情况。 制定一个合理的预算计划 这个预算计划应该包括日常生活支出、房租、账单、储蓄等方面。 通过制定预算计划,你可以更好地了解自己的财务状况,避免过度消费和无谓的浪费。 从而将钱花在更有价值的事情上。 2.储蓄和投资 合理储蓄和投资是改善生活质量的重要手段之一。 通过储蓄,你可以为不时之需留一份备用金。 通过投资,你可以让你的钱生钱,为未来的退休生活做好准备。 当然,投资也需要谨慎。 了解风险并进行适当地分散投资。 3.提高个人技能和素质 投资自己的技能和素质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方式。 可以帮助你提高自己的职业竞争力和薪资水平。 通过参加课程,学习新技能或语言。 你可以拓展自己的能力和视野。 增强自信心,提高自我价值和收入水平。 4.寻找更好的收入机会 如果你的收入水平不能满足你的需求, 那么就需要寻找更好的收入机会。 可以通过网络招聘平台, 社交媒体,人脉关系等途径, 寻找更适合自己的职位和工作机会。 从而提高自己的收入水平。 5.理性消费 在生活中,我们经常会受到各种消费诱惑。 但是过度消费会让你的收入水平更难以满足你的需求。 因此,我们应该理性消费,尽量避免不必要的花费。 在购物前,可以考虑一下自己是否真的需要这个物品, 是否可以用更低的价格购买到相同的商品。 这些都可以帮助你更好的控制消费。 总的来说,通过以上的方法, 我们可以借助收入来改善生活质量。 但是我们也需要注意, 收入并不是改善生活质量的唯一因素。 我们也需要关注身心健康, 家庭关系,社交关系等方面。 只有身体健康,家庭幸福,社交圈子广阔, 才能真正地享受生活的美好。 因此,除了借助收入, 我们也应该关注其他方面。 比如充足的睡眠, 合理的饮食, 适当的锻炼等等。 这些都是保持身体健康的关键。 同时,家庭和社交关系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可以花更多的时间和家人相处, 增进彼此之间的感情。 也可以参加一些社交活动, 扩大自己的社交圈子。 结交更多的朋友, 从而拓展人脉资源。 纵上所述, 通过合理利用收入和关注身心健康。 家庭关系,社交圈子等方面, 我们可以逐渐改善生活质量。 同时,也需要注意不要过度追求收入和物质享受。 要有一个平衡的心态, 把握生活的重心, 让自己更加幸福、健康、快乐的生活。